节目独家报导了 深圳龙华新区一些居民楼 以及休闲场所 存在卖淫嫖娼活动的新闻 报导出街之后 龙华警方亦高度重视 连夜采取了相关的行动 一起看看这件事的最新进展 120公里 150公里 200公里 160公里 300公里 现在不是扫发吗 你又那么怕你弄的时候 稍微快一点不就得了 这个快一点 谁呀 你弄完了把衣服穿上来 就没什么事了 不办 这不应吗 这两次不办 在昨晚的节目当中 我们曝光了龙华新区一带 存在不少休闲娱乐场所 其中隐藏在一些居民楼小区内 交易非常隐蔽 这么多的谁不交呢 那个王子家 那个王子家 200多帮你做钱套的 谁在做的 如果他半个小时给你完成不了 我叫他家事加工给你给你完成 你保证你爽好吗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一个小时后 龙华公安分局迅速做出反应 由局长李隆文亲自坐镇 治安队队长亲自带队 出动了300多名警力 对核区内群众举报的多个窩点进行查处 记者跟随警方 首先来到一间开在居民楼内 名为雷昌美容美发中心的店 这间店的营业执照上面写着 竟然范围是美容美发等 不过有效期 早就在2008年12月就到期了 随后半个文警从屋内 搜出大量的避孕套 以及多本账簿 这是名字代表 杨明辉160 这是他今天的业绩是吧 对对 每天都有记录的 你不要说话 每天坐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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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检查的时候 他就会一按 下面一按就信号通 就是告诉大家 有那个 对 可以在外面 我又不知道 那个套子又不是我的 我怎么知道 我刚刚来 我哪里怎么知道 那个套子是干嘛的 是谁放在哪里的 那我怎么知道放哪里的 我今天来这里玩 我来这里玩一下 警方随后 将美发店的经验者 以及多名女子带走 随后 他们又来到布里人举报的 八间涉嫌提供识情服务的场所 而在这间会所里面 警方还当场发现几对男女 正在进行识情交易 随后警方对这些营业场所贴上封条 并将所有人员大快派出所 在今晚的行动之中 警方总共查处了 四间唯有色情服务的这些场所 由这些场所 现场带回了68名 包括这些工作人员 服务人员 以及一些顾客 我们了解到 由于人数太多 现在这些人已经坐满了 我身后半个操场 目前他们都在等待警方 对他们进一步的审讯 龙华警方表示 早在5月13日 他们就对核区内最大的一间夜总会 专亚会所进行了查处 发现其存在盈利性 陪侍等行为 随后下发了停业整顿通知书 由于目前卖人活动 逐渐地转移到地下 这些为他们的查处增加了难度 很多的经营者 也有侥幸的心理 但是他在我们的高压打击的 这种态势之下 他们也采取了一些 也就是跟我们玩起来 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把以前公开化的一些路边招票 等等这种涉还的行为 转到了一些深入的居民 居民小区里面躲产起来 隐秘起来 然后没有熟客介绍等等 他就不会轻易的到路边去拉客照票 据了解今晚的行动之后 农牙警方还会在近期 开展一次为期三个月的 全区范围内的专项整治行动 我们也会广泛的 开展我们收集各类情报线索 第三点我们也欢迎社会各界的监督 也欢迎市民各界的举报线索 我们将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坚决把这个射环堵堵的 这个势头高压势头压下去 警方能够采取行动 将这些卖淫嫖娼的窝点一举掃除 当然是大快人心 只不过我也有多少疑问 为什么当初我们以市民身份报警的时候 警察就说查不到呢 难道一定要靠媒体来曝光 才引起你们足够的重视 媒体表面很有限的 靠媒体来发挥这个舆论监督的功能 范围是有限的 要维护好这个社会治安 更多的应该依靠普通群众 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实行这个群众路线 警方是最应该依靠群众的 刚才龙华警方最后的表态 我们觉得挺好